郭文貴先生 首席 郭文貴先生 貿易工作室 郭文貴先生 教練 各位看待 郭文貴先生 邏輯貿易博士 郭文貴先生 ��塊錢 郭文貴先生 邏輯貿易報納 郭文貴先生 邏輯貿易博士 郭文貴先生 邏輯貿易博士 主席在我們 9 月 12 號即將啟程 即將啟程從台北飛往美國的華府行程 正式的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9月12號從臺北出發 第一站就是到華府 在華府期間 我們會除了跟一些過去有台的國會議員 還有一些最主要是智庫的選者專家 做一些意見上的交換 此行主席的 除了是一個政黨的領袖 他同時也是一個民主政府黨的總統參選人 這樣的身份要出訪 同時我們本黨會有 包括我們的智庫 很多位的專家跟顧問 都會陪同主席一同前往華府去做交流 在離開華府的行程之後 就會飛往波斯頓 到波斯頓的哈佛去做專題演講 在波斯頓的行程當中 我們也會安排在東岸的很多台橋 會跟我們有進一步的 曾主席加油的參會 或者是後援會的造勢活動 也會在這個期間來進行 所以12號到15號16號這幾天當中 原則上都在東岸活動 17號之後可能就會移往其他的城市 在西部這邊大概會有 原則上兩到三個點的城市停留 一樣你會跟這些當地的台胞 台橋做一些交流 專題演講以及後援造勢活動 兼募款 這些行程都是在目前 由於我們很多的台橋 非常的熱心 希望說主席可以多幾個點 但是因為我們此行總共只有10天的行程 扣掉前後兩天的飛機航班 所以我們可能能夠排的點是有限的 所以目前跟各位能夠報告的 就是我們在東岸的部分 在華府 在波斯登 這個都是目前已經確定 有既定的地點跟行程的 那另外紐約這個部分 也還在可能安排當中 那西岸或者其他的都會 都市的部分 可能都要再過兩三天以後 進一步的確認 才有辦法給大家提供更進步的消息 但是我想這個行程呢 最主要的是 美國作為我們台灣很重要的友邦 以及這個提供非常多的援助 跟資訊的這個國家 我們作為一個台灣主要的政黨 除了此行有必要跟相關的 這些政府官員 美國的政府官員做一些意見上的溝通交流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 就他蔡英文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的高度 也能夠做一些政策方面的意見的表達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說這一次有相當的規模 在本黨出訪的團當中的這些學者專家 過去有好幾位也都是我們政務官的代表 也會陪同前往 所以在這次的正式的參訪當中 是本黨非常高度重視 也是我們在競選活動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助手 那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不曉得在座有沒有進一步的問題要提出 不見的是前政務官 大概就是我們智庫的成員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是原來的政務官 那可以這樣嗎 這個我們現在還在這個 這個最後的確定當中 那我們一樣就是說 希望等大家把具體的名單都確定以後 我們才來跟大家說明 會比較適當一點 但是像必要的像委員長 張富美可能也就會陪同之類的 這個我跟各位報告一起適格 就是說這個是訪問團 所以我們當然會有很多智庫的成員 那有一些是過去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擔任政務官 所以就政策的相關的這個對口 我們也會跟訪問美國 因為蔡主席去除了說 論其到兩岸關係之外 那有一些財經政策 或者是社會武力政政策 所以我們相關部門的這個智庫的成員 這個位陪同主席去 所以是一個訪問團的一個形式 所以是民進黨的訪問團嗎 是蔡英文總統參選人的訪問團 武昭謝先生還沒確定 還沒有確定 那這個團有多少人 政務官我的了解 大概是五位吧 還是四位 這個人數我們還在這個調查 所以你們這樣 我們還沒有開會說就整個形式 所以你們整個團體應該是多位的 規模大概是不小 可以跟大家說的是規模大概是不小的 這一次大概 我們是高度重視 而且靜遠總幹事也特別交代 說要有比較正式的一個參訪的行程 要有相當的對口的人來做一個溝通 會比較適宜 那同時也希望說媒體有多一點 朋友可以一起更訪 我們拜會美國的官員的部分 有沒有知道什麼樣的成績 然後要談的是什麼 我想事前 有一些涉及到雙方信用 或者是信任這個問題 我們把這個部分我們事前 我們不會做公佈 但是事後 這個相關的這個見面 假如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各樣做說明 請方 請方 主席這次要去美國的哈佛大學演講 因為馬英九是哈佛大學的校園 那你們怎麼看這個主席去哈佛大學演講的意義 外界可能會認為說 因為馬英九是哈佛的校園 所以主席去是不是跟馬 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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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之前好像回答過類似的問題過了 我想這個哈佛在台灣 即便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 送到重視的一個高等學府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們有很多重要的重要的畢業校友 在各個領域都有影響力 那所以我們此行特別安排 也是希望能夠多擴大這樣的一個接觸 讓這些我們能夠找到的各方面的專業的朋友 能夠增加 那因為主席過去有在空內唸書 所以這方面的人脈 跟相關過去以前總統也輕輕去派過 所以此行就沒有特別安排主席的母校 這是一個原因 那特別去哈佛我想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巧合 如果馬英九不是哈佛畢業 我們也可能還是繼續有做這樣的安排 我剛才已經講過說 哈佛因為它在財經經濟方面 是有相當重要的國際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在這方面 有進一步的大家的交流和互動 那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主要是這樣的一個思考 這個哈佛大學是這個哈佛的這個教授 那提出邀請 那蔡主席認為這個是一個很好能夠跟美國的知識經驗 跟意見理就對話的機會 所以是欣然接受這個哈佛大學的邀請去進行演講 我們認為這個機會是相當寶貴的 那這個倒沒有特別考慮到說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馬英九什麼這個沒有特別這些厲害的一個考慮 包括說到倫敦政經學院或者倫敦大學的這個演講也是如此 另外一個我再回應一下國民黨的部分 這個馬總統不是說要以最高的道德標準 來處理這一次的中常委選舉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那全世界的政黨裡面 唯一有投資公司的也是國民黨 那中投是黨明事業 是標準的全世界最大的股友社 那假如國民黨道德上道說 變成股友社炒作股票 這個股票崩投的時候 他還可以賺大錢 那這個我真的不曉得馬總統 到底是空投總司令的索羅斯 還是在股票上漲多投的時候的發佩度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這是在民主政治的一個 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的一個歷程來看 這個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效法 所以馬總統應該要以最高的道德標準 來處理有關國民黨的黨產 或者是他的投資公司 包括這個解散或者是清算 歸還人民財產的相關的事 你公平在旁邊搖到探討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是空投總司令 總不在做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人民覺得在財產縮水 兩天的股票市值 縮水兩兆 每個人股有平均損失每個人20萬 那國民黨還能夠大賺齊錢 這個是讓人家的感受 這個是非常的不好 不是說要苦民說苦嗎 別人在賠錢他在賺錢 那是不是國民黨在跟人民這些散物對坐 不然我則大家賠錢他賺錢 這個是讓人家可以說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如果進一步大家需要什麼協助的話 我們等一下來勾放 看一下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